你好 你好 欢迎你分享这个你选的主日的 上年期第十九主日 那个主题是大家很熟悉的 是 惊慌 很害怕 有时候我们很静很静的环境的时候 就是很害怕 有时候很吵 很吵 又害怕 有时候我很希望一个人静静地看书 有时候一个人就害怕 这个害怕 有时候怕黑 我们都不想害怕 但会害怕 你看看 今天圣经读经一和福音 讲这个话题 是跟耶稣的人的 不是超人 他可以用耶稣的名字行奇迹 但是到时他都会害怕 特里亚先知 是一个很大的先知 很出名 很勇敢 什么都不怕 面对那个皇后都告诉他 你们走错路 你们跟耶路撒冷的国有大国 你们分裂是大罪 要悔改 要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那个皇后 她是属于另外一个宗教 不是以色列的宗教 所以这个皇后很恨阿里亚先知 得胜 他有机会 杀了所有 那个皇后宗教的人士 但是呢 做了这么大件事之后 他就害怕 怕那个皇后会报复 会杀他 那他走了 他都不知去哪儿了 圣经说他走了 走了很远 到了沙奈山 到了 阿威上主和梅室 建立那个盟约 那个地方 在沙奈山找一个洞 一个山洞 圣经说一个山洞 躲起来 躲起来做什么呢 希望在山洞里面 有安全感 或者呢 他会 尚主会 可怜他 会治疗他 他都不知 躲起来 害怕的时候 失了理性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尚主 已经在 阿里亚身边 阿里亚你做什么呢 躲起在山洞里面 请你出来 我有些说话跟你说 阿里亚离开那个山洞 站在这个山洞门口 很期待 主的圣言 圣经说 忽然间 阿里亚 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 他记得圣经记载 每一室 在西南山上 在这个地方 当上主和他说话 有大声 可能在风的声里面 我会听到主的说话 但是呢 今次 有一个大风 声过了之后 上主 没有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地震的声 他害怕 他说 梅沙那时 都有地震 可能 这个地震 里面 我会听到 主的说话 但是 都没有 跟着呢 有大火 的声 都 在火中 没有主的 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微风 一个很轻微的风 就在这个风里面 上主和梅沙说话 资料 他的先知的恐惧 派遣他回来 继续做先知的工作 为什么呢 今天的礼仪 会选这个福音 这一段读经呢 因为今天的福音 《玛道福音》 《玛道福音》 他都是讲 《惊》 这个主题 耶稣刚刚足胜了 五饼二鱼 遣散群众 甚至他去山上 一个人 祈祷 门徒坐船 这样回到自己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忽然间 有一个大风 那些浪 水浪很高的 门徒害怕会沉落害死的 这个时候呢 耶稣已经 他一个人 走着迷向他的中途 他是在水面上行走 门到夜晚 看到这个黑影更加害怕 好像看到妖怪那样 是我 不要怕 看这风雪在狂怒 看这雨天不会傲 看有一块石头阻隔我路途 可怕始终会跌倒 痛想几多次跌倒 我也不甘多细数 有太多的伤痛阻隔我路途 我敢斗不知所措 接着呢 那个故事未完 伯多禄 讲说话出来 伯多禄 勇敢的领袖 他以为他不会害怕的 他是挑战耶稣 主 如果是你 叫我好像你一样 走在水面 我都会走的 不怕的 那么耶稣接受 伯多禄 这一个这么幼稚的挑战 走来吧 伯多禄很冲动 落水 走在水面 初初得 几步得 但是 当见到风越来越厉害 就害怕了 一害怕 他觉得那些脚 好像不够力 慢慢慢慢沉下海 大声叫害怕 一个小孩 好像一个小孩 捉住他 扮矮了 在船里面 那些中途大声叫 主 救我们吧 耶稣的说话是什么呢 小信得的人 你为什么 怀疑 那么 耶稣就是 命令 风停 风就停止 结果呢 好像阿里亚一样 接触主之后 获得主的治疗 阿里亚回去 是他先知的工作 耶稣的门徒 大家说 觉得 主 你真是天主子 就是 他们更清楚 认得 耶稣是谁 是天主子 这个天主子 我想跟大家 讲 因为今天 在罗马人书里面 是 圣保禄 就是 称耶稣为天主 要知道 这个新药书 多数称耶稣为天主子 但是 很少说耶稣是天主 就是 这里 圣保禄 在读经义那里 直接用一个 通常用的 在礼仪里面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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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的 的 是 的 的 是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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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文 我说阿孟的 那个 揭尾 很多人 说 宗教 为什么有宗教 这个世界上 有宗教 因为人害怕 害怕的时候 人要找神救他 因为他觉得 害怕 是比自己的力量大 控制不了 就是说 宗教 是一个软弱的行为 害怕的时候 找神 不害怕的时候 不需要神 这个 是很多 书 都说 这个理论 其实 是一个矛盾 因为我们 信耶稣的人 我们的信仰 告诉我 不是因为我怕 找耶稣 是我怕的时候 才眼睛看到 原来 耶稣找我 不是我找他 是天主 他站在我的旁边 好像个妈妈那样 那个小孩走了 妈妈已经知道 这个会遇到很多困难 小孩不需要 妈妈好像自己独立 但是呢 一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妈妈已经在这里 不是因为 她害怕她的妈妈出现 因为她妈妈太爱她 先过她 怕她已经在这里等着她 所以 我们的信仰 不是说 因为我怕 才找到天主 是我怕的时候 更加相信 见到天主 是我的旁边 因为 我怕的时候 我才发觉到 天主 是我的旁边 请教出信心 不再害怕 我会牵你手 望前路 纵使这一站 多曲子 多苦路 下一站 我 并能望见彩虹 我 再不怕 望前路 我 信明天照更好 终 有家苦都会走过这路途 有住 换我走这人生路 有住 有住 换我走这人生路 有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